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著名的女作家李李老师 你看李李老师您的吸引力很大 把我们所有的朋友从四面八方都吸引过来了 刚才我在旁边跟李李老师聊了一阵子 我们李老师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一个作家 大家已经知道了 你看他的作品包罗万象的 有小说 有剧本 有评论 有散文 我们能想出来的题材他都写过 还有很多 另外还有一个是还能翻译 还翻译了非常出名的一本小说 《美丽新世界》 大家也知道了 那我就开场白就不要讲太多 不要抢了风头 我现在就把我们以下的时间就交给我们李老师 大家热烈掌声欢迎 谢谢 谢谢谭小姐 各位朋友 对不起 我不会说广东话 所以我只好用说普通话 谁听不懂普通话的 还好 我们香港人都能听普通话 我们回归十六周年了 李老师继续 对 太好了 记得我第一次来香港是1977年 那时候真是觉得 我不会讲广东话寸步难行 因为taxi司机也听不懂 我要到哪里去 大家好 非常谢谢大家 今天你们有这么多选择 我知道有一些名作家的演讲 正在跟我撞七 不过谢谢你们来这里听我讲 我想我就开始第一段时间 我就放这个PowerPoint 一边放图 一边就讲 我要讲的呢 其实就是一个写作的人 对一个成长的故事 所以就配合了图片 就跟大家分享吧 我的写作 我的书 我的文字 因为我也没有更好的东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想就是我的书 我的文字 所以我的文学路 我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这是 这大概就是我 我出了三十几本书 所以这些就是我的书 不过这上面 因为是几个月前照的照片 所以还没有最新的 这个半生书园 半生书园 五月是台湾的硬科出版社出的 然后大陆版是 就在不久之前 北京三连出了 所以你这个书影 还不在 还不在这张照片上面 反正就是照了好玩的 大家就大致看看 这个形形色色的我的书 就像刚才唐小姐讲的 这个大部分 小说 然后散文 还有电影剧本 还有翻译 等一下我会 就是讲一讲 我觉得 对我比较 比较特别的一些书 我写他们的 跟他们的这种 这种因缘 以及书里面的一些 人物的事情 我常常被问到说 你为什么写作 那我的答案 一开始都是说 因为我不会做其他的事情 我喜欢写 那么为什么我喜欢写 我就想到说 回到我最小的时候 这个是我的第一个 作品发表会 就是 哇 好厉害 好玩的啦 就是我 我对 我正在欣赏 我自己墙上的那幅画 因为在我能够用文字 表达我自己之前 我所能做的就是画图 因为 我想每一个 我每个人都有一种愿望 想要跟这个世界交流 想要表达你自己 那 我小时候是唯一的小孩 家里就是爸爸妈妈跟奶奶 然后就发现我 虽然他们对我很好 可是他们不大听我说话 那我 我有很多想法 那我要怎么表达我自己呢 说话大人不太听 然后有时候 后来有一段时候 我发现我可以唱歌 结果我发现大人对我很好 就是我一唱歌的时候 我爸爸就说 你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看你能够走得多远去唱 我可以听到你 我后来就发现说 唱歌也 也不大能够充分表达 所以我就画画 后来我就画连环画 就是把我要说的故事 用图画 画出来 然后给我的朋友看 所以这个还是 我很小的时候画的那个 漫画 不过我 我爸爸对我很好 我跟我爸爸说 我要把它跟其他的 像其他的那个图片一样 要挂在墙上 他就把一幅图片拿下来 就把我的画挂上去 所以我就称之为 我第一个作品发表会 这张照片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在 那个年代 1950年代 一个小女孩可以 背着镜头 然后插着腰 跨着腿 然后我的爸爸可以 把这样一张照片 照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这个爸爸 还是很有容忍性的 这张照片就放在 我的童年记忆的那本书 《昨日之河》里面 然后到了我就可以读了 当我可以阅读的时候 我当时 就是我想我们大家 都有这种感觉 你小时候有很多感受 你当时并不明了 为什么会那种感受 到你长大之后 很多事情对你才发生意义 就像我当时小时候 我读得非常感动的 就是这个人鱼公主 The Little Mermaid 我特别给我 让我觉得简直是 不能忍受的那种悲剧性 就是当小人鱼公主 割掉了她的舌头 不能够发出声音来 为了去上岸 能够有两条腿 去找她所爱的王子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王子 根本不晓得说 面前这个小女孩 她从海上救起来 小女孩 其实是不久之前 当这个王子遇到海难的时候 是这个小美 那时候还是个小美人鱼 把她救起来的 可是王子只觉得说 这是一个可怜的小姑女 然后而且不久之后 这王子就要跟 另外一个公主结婚了 所以这个人鱼公主 那时候我就看到 她写的 我还记得那个文字 就是写说 她每走一步 她的那个脚上面 就好像有千万只刀子 那样子刺着她的脚 那样的痛苦 然后她满心有话 不能跟王子说 不能够告诉王子说 其实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然后如果你不娶我的话 我就会变成大海的一个泡沫 失去我们人鱼的永生的 这种希望了 我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当我读到这 我在想说 你不能讲 你可以写呀 你写给她看 用写的 用文字告诉王子 你是谁 你救了她 我多么的爱你 你不要去娶别的公主 所以我那时候就已经 就已经觉得说 文字是应该有这种力量的 可以扭转这整个悲剧的 可是 太可惜了 小美人鱼不能够写 然后所以 当她没有舌头 她不能说的时候 而她不能使用文字的时候 她就不能表达她的感情 这是我当时在小的时候 读到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悲剧的童话故事的时候 我的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到我大的时候 我才想到说 我原来那么小的时候 我就已经感觉到文字的力量了 所以其实安徒生童话 我觉得不是给小孩看的 其实她的童话故事 很多都很悲哀 所以我就很生气 那个Disney会拍出那种 那种卡通影片 居然把它变成大团圆的结局 这是不可饶恕的 然后我真的感觉到 文字的力量 就是读红楼梦 我还记得是13岁那一年 初中二年级 要生三年级 那年的夏天 我读红楼梦 我就读了之后 我的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 我记得那是在南台湾的夏天 在高雄 那么热 然后可是我读到最后 贾宝玉在大学里面 拜别她的父亲 披着一身大红星星坛 然后拜别她父亲之后 就消失在雪地里面 跟着旁边一个僧人 一个道人 然后去茫茫大慌 到最后 把那个书合上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世界 天地颜色都不一样了 所以我就 那时候是深深地感觉到 这个文字的魅力 所以从那之后 我就试着自己 自己写东西 然后到了我高中的时候 给我很大的文学养分 除了 一些旧额的翻译小说之外 就是《现代文学》和《文学记刊》里面的这些位小说家 所以他们一直是我最崇拜的作家 就是陈映珍 余田冲 黄春明 王真和这些人 我在高雄 然后我的文学营养 我的高中的时候文学营养 就来自这些人 所以中我一生 我对他们都 都非常的感激 因为是他们让我看到 就是说 用现在的 在我周边的熟悉的文字和语言的方法 来表达文学 然后我到台北去上大学 我上这个台大历史系 我很高兴今天有一位台大历史系的老同学也来了 然后这个1968年是我大三那一年 这一年我当时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 这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就是说在整个欧洲 在美国是反越战 然后因之而同时发生的这个 要求女权 人权 平权 黑权 然后在欧洲学生们跟知识分子 甚至包括沙特一起走上街头 反既定权威 所以那时候在台湾 其实那时候是非常封闭的 看不到外面的东西 然后很多外面进来的 甚至自己里面的读物 杂志 都是经过严格的检查 而且一个不小心就会出事 所以那一年也同时在台湾 就出了对我来讲 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刚刚提到 我很崇拜的作家 现代文学记刊作家 陈应珍先生以及几位他的朋友被捕了 而且判了 那时候是判十年刑 后来减刑他做了七年多的牢 所以那个对我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 我在想说我生活在什么样的一种社会 我知道外面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情 为什么我一无所知 而且同时我也认识了台大的一位教授 英海光先生 可是在那个时候他早已经不能够教书 不能够公开演讲 不能够出版他的作品 所以我在半生书院里面 有写到十二位人物 有陈应珍也有英海光 这两位就是台湾的 是台湾的学者跟作家 是在我的半生书院里面提到的 那他们两个都是在1968这个年代 给我了很大的 从此一生都给我很大的影响 很大的冲击的人物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就开始思索 就是说为什么我的周遭会是这样 为什么我不能够读到 不能够知道我想知道的事情 不能读到我想读到的东西 然后为什么我崇敬的教授 他不能够教书 他不能够写作 他不能公开演讲 为什么我尊敬的喜爱的作家 居然会被关起来 只是因为那时候我也不太知道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只知道据说是他跟一批人 跟一批朋友阅读所谓左派书籍 就组织读书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想说 我生活在一个很不对的一个体系里面 那么究竟什么会是人类最好的制度呢 所以我就看一些所谓乌托邦的书 然后在那个时候 有一位也是跟我同届的 是台大动物系的一个男同学 就给了我一本书 不是这个 是英文版的 就是赫须黎的《Brave New World》 他说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可是在台湾没有任何翻译本 我们要不要来把它一起翻译出来 所以就在大学四年那一年 我和他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翻译这本《Brave New World》 所以到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把这本书交给台湾 就是那时候志文出版社 就专门出这个思想性的翻译作品的 一个出版社 就让他们出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就是美丽星世界的最早的版本 这个后来再版了多少版本 我都不知道了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卖断给志文出版社的 我只知道说在其后的几十年 我都会碰到各种年龄阶层的人 来告诉我说 我当年读了你翻译的《美丽星世界》 所以 这个版本到了1988年的时候 志文出版社又出了一个新的版本 同时在大陆其实也出了 可是这是一个内部发行的 是广州华城出版社出的 而且他说是负面乌托邦的三部曲之一 其他另外两本是《1984》 跟《我们》《We》《美丽星世界》这三本 是三部负面乌托邦 所以左边这个是 新的版本的志文出版社的《美丽星世界》 因为我在出旧版本的时候 我用的那个笔名还不是李黎 所以在新的版本的时候已经用了李黎 并且也加上了另外一个合议的人的名字 叫薛仁旺 就是当初把这本英文小说 交给我跟我一起翻译的那位动物系的男同学 后来他就变成了我的丈夫 而且他 他那时候交给我 他说我们一起翻译 因为《美丽星世界》前面有几张是 很多生物学的专有名词啊什么 所以又由他来翻译 因为他比较熟悉那些 可是到后来都是文学性的 所以到后来就是我翻译的 所以可是因为他翻译了前面的 参加翻译前面的这个两三章 所以他的名字也就挂在前面了 而果然后来他就是 一直是从事生物医学方面研究的 那所以右边这个图片就是 广州花城内部发行的 《美丽星世界》的翻译本呢 他们那时候因为觉得这个 很这种作品很敏感 所以不能够公开发行 所以那时候只印了700多本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再过不久我要到北京去 会去签一个约 就是北京有一家出版社 他们要出这个反面乌托邦三部曲 然后要出这个 我这个版本的《美丽星世界》 他说他们看了好几个版本 因为后来《美丽星世界》是在 台湾大陆都有好几个 其他翻译的版本 他们说他们看了各个版本 觉得还是我这个版本 他们觉得最好 所以他们就要再出《美丽星世界》 所以我很高兴 好 那么 所以我做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就出了《美丽星世界》 然后我就要去寻找我的新世界了 所以我就出国到 就像那个年代很多 很多台湾的学生就到美国留学 我到的第一站是旧金山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去朝圣 在那时候我心目中的圣地就是伯克来 因为我知道那时候 隐约知道 美国反战 反权威 这个要求平权什么的 种种学生的运动 就是他们的那个伯克来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 所以那是我到的去 不过我那次 那次是只是说 从台北飞到旧金山 然后就到我要去念书的地方 我并没有看到伯克来 直到之后 差不多十年之后 才见到了我的伯克来 不过那时候 美国的这个学生运动啊 反越战运动都已经过去了 不过我跟这个地方 看这个金门桥 跟这个地方还是很有缘 因为现在我就住在旧金山湾区 好 我到美国之后 因为在台湾那个时候 5060年代 一直到70年代 是戒严法时期 所以很多 所谓这个 不能够通过被允许 被读到 被接触的那些 着寝思想啊 在那种反共的气氛之下 都读不到的 所以我有一个文学上的断层 就是我读不到30年代的 五四之后 很多文学作品 30年代的文学作品 我知道那些存在 我甚至听过 像 矛盾 巴金 这些名字 可是我读不到他们的作品 然后甚至像 像那个 像鲁迅的 阿Q正传 其实我在台湾读过 是别人手抄 所以 就是说 我只是拿这本 作为一个 一个 一个象征 就是说 我到了美国之后 我终于可以 大大方方 堂堂正正的读 这个 在台湾读不到 这个断层 这个 中国现代文学的 断层的读物了 所以我就 好像补课一样的 我就读了 从鲁迅以下 矛盾 巴金 丁铃 所以这些30年代 在台湾读不到的 他们的作品 我就尽量去读了 然后我自己也写 所以我就写了第一篇 我觉得真正是 可以称得上 小说的 就是 我就投给 现代文学 因为我觉得 现代文学是 是给我最早的 那个文学养分的 那个文学刊物 所以而我能够 我的作品能够 被现代文学接受 发表在现代文学 我觉得实在是 是简直是 好像梦想成真一样 而居然现代文学 就登了我的作品 是写一个 一个从大陆到台湾的 一个老教授 他的 他的整个心 心里的那种 那种压抑 叫谭教授的一天 那个出来之后 大家都不晓得 这个写的 这个人是谁 因为我用的笔名 还是最早的 美丽新世界的笔名 李扬 像那时候主编的 白先勇 或者说欧阳子 他们都在问说 谁是这个李扬 从来没有听说过 而且很好玩的就是 15年之后 我第一次回到台湾 我等一下会讲到 为什么我要15年之后 才回到台湾 15年之后 一直回到台湾 在一个 有很多文学界的聚会中间 人家不晓得我是谁 我就跟着在那边的时候 有一位中文系的女教授 她坐我旁边 她就随便跟我聊 她说 你叫李莉什么 你是哪里毕业的 台大历史系 历史系69年毕业的 她说 那你知道吗 你那一届有一个 叫做李扬的 你认不认得他 我那时候有一种感觉 很像自己已经死掉 变成鬼 然后回到家乡 然后没有人认得我 所以我想说 那我应该开始好好写了 不过那是后话 在这个之前 还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那个照片里面 圈起来的就是 我的笔名 我为什么那么多年 不能够回台湾呢 因为我去保钓了 说到保卫钓鱼台 我必须要向香港的 保钓朋友们致敬 因为我是觉得 香港的保钓朋友 真是最勇敢的 他们是最积极的 雇了船到钓鱼台 甚至有牺牲生命的 我觉得真是非常了不起 那我是1970年到美国的 马上就遇到了 70年底 71年初的 美国留学生的 中国留学生的保钓运动 那时候参加保钓留学生 因为几乎没有大陆来的留学生 所以基本上就是台湾的 跟香港的 那时候 很简单的说 就是因为 1970年的秋天 那个美国跟日本 就成 就一个协约 就是把美国 把那个 琉球群岛的 那个归属权 管理权 交给日本 那就其中就包括钓鱼台 那 那据说 那时候据说 钓鱼台列岛底下 有非常丰富的东海油田 可是 那时候 大陆在忙着 还在文革中间 然后台湾国府 不至于此 这时候就有留学生 就发现说 我们怎么有这样一个 软弱的政府 就希望说 督促国府 来 向美国跟日本抗议 这个钓鱼台 不应该跟着琉球群岛 一起交换到日本的手中 然后所以 可是跟国府抗议的时候 就发现国府的官员 不但满含无能 而且一直在打压学生 而且 做各种 很奇怪的警告 比如说 你们要注意 你们好好去念书 不要被坏人利用 尤其不要被共匪利用 什么什么的 所以这就使得 留学生 就是 就有一种 很强烈的反弹 这是 然后这个 保卫钓鱼台运动 就在美国 从西岸到东岸 简直就像 烈火燎园一样 在中国留学生中间 就是非常多的留学生 就加入了 那包括我 可是这个之后呢 因为我们觉得说 一个台湾政府 不能够保卫我们的领土 还有一个很大的中国政府 他们在哪里 所以我们就 那时候 对于说 我们在台湾都已经很习惯了 都不能够 问都不能问 讲都不能讲的 就是说 这个中国大陆政府 可是我们希望 我们要去了解 至少这个大的政府 能够做什么 所以在了解中国的过程之中 我们这些留学生 就被贴上标签 就是我们是 左派分子 是富匪分子 是什么 诸如此类的 所以 因此 我15年没有回台湾 因为 因为我晓得 因为我们有留学生回去 最亲的是被盘问 被骚扰 家人被警告 更重的是 真的是有坐牢的 然后还有一位 台湾的教授 去了根本就死在台大校园了 所以 大家劝我 虽然我非常想念我的母亲 在台湾 可是我没有办法回去 所以一直到 15年之后 1985年 因为我母亲在台湾开刀 那我不能不回去了 而那时候台湾的那个 白色恐怖的气氛 确实是松了很多 那时候蒋经国 其实就说 已经相当的松动了 所以 到了两年之后 1987年 就正式解研了 所以到1985年 我才赶回去 那么 那么多年 我不能够回台湾 我怎么办呢 那我就去大陆 去寻根 其实我有两重意义的寻根 一个是文学的寻根 就是我说 我知道 我这么多年来 在台湾有一个断层 那我 我终于读到了 这个断层的文学 那 这些作者 有一些 因为文革中间 有一些生死未谱 有些好像 到70年代初的时候 知道他们 出来了 至少没有在 没有在关牛棚 没有在 被劳改 什么的 所以我就 我就希望能够去 去寻找 文学作品 甚至文学 作家 那另外一个意义的寻根 是我自己的 自己的根 也是同时 到了出国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发现自己的身世 发现原来我的 亲生父母亲 跟哥哥姐姐 其实在大陆 住在上海 就是说 把我带到台湾 把我养大的 其实是我的 舅父舅妈 所以 那那么多年来 都不能够 大家都不能够 互通音讯 所以我就想 趁这个机会 我就到大陆去 做双重的寻根 一个是 生死的寻根 一个是 文学的寻根 所以我1977年 第一次 回到中国大陆 那时候 不能够 美国到大陆 没有直飞的嘛 所以我就 经过香港 所以那是我 从77年就开始 跟香港结缘 所以后来 我几乎每年 都要到大陆 然后都要经过香港 所以其实 我对香港 应该是说 是 相当熟悉 而且相当感激 因为这个地方 对我有很特别的意义 那么我到大陆去 当然我找到了 我的 我的亲生的家人 然后同时我 因为我很高兴 就说 香港的朋友 让我联系上 香港三联书店的 一位经理 一位出版界的 老前辈 叫做范用先生 那多谢范用先生 因为他而使得 他让我 为我引荐了 这些 其实是 中国文学史上的人物 让我见到了 毛顿 巴金 丁林 沈从文 钱仲书 杨将 爱卿 这些人 那这些 所以跟他们 所有的交往 交集 我都写在 我的半生书园里面 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范用先生 那 范用先生还安排了 我 早在1979年 就 就在 北京作家协会 做了一个报告 报告这个 台港跟海外文学 所以 那时候 因为走在街上 不要太触目 所以我穿的都 尽量像跟国内的人一样 非常中性的 你可以看到 正中间的那位 一看就是大领导的 那是那时候 做协的主席 孔罗孙 然后在孔罗孙 右手边的就是 那个就是我啦 然后在最左边 那个穿 穿 蓝色 人民装的 就是范用先生 我的半生书员 这个书名 就是写范用先生的那一章 我写范用就是写 就是用的名字 就是半生书员 就是因为跟他结缘 我这后半生 我的文学 我的文学路 我认识这些人 都是因为他 然后往那边看 有一个 孔罗孙过去 之后是叔叔羊 再过去那个穿黑色 上衣就是诗人白华 然后再过去 就是刘新武 刘新武的 当然大家很熟悉了 在写很多小说 而且现在在做 《红楼梦》研究 然后后排 很有意思 就是在 刘新武跟白华中间 有两张脸 一张脸 那个没有戴眼镜 那个是 那个是张杰 女作家张杰 戴眼镜的是 高兴剑 高兴剑那时候在做鞋 做一个 就是外事的 大概因为他懂法文什么 外事的职员 可是我当时当然不知道他 因为他那时候 并没有太多的创作 所以我们跟他 也没有什么交集 所以后来才知道说 他那天也在场 就是我做报告的时候 他也在场 非常珍贵一张照片 李老师虽然是很朴素 但你那个牛仔裤 还是能看得出 那不是牛仔裤 那是一套的那个 那个就是 女人的西装 对不对 还不是毛装 可是就是很 国内可以接受 不是太刺眼的西装 也是牛仔裤 不是牛仔裤 很宽松的 很宽松 那时候如果穿牛仔裤 走在街上的话 那就是路人都会 为之侧目 对对 所以我都尽量低调 不过还是会被人家 看出来就是 就是好像觉得 我就是不一样 还是与众不透 就要盘问我 从哪里来的啊什么 然后到景点买票 就要买贵几倍的 那种外宾的票 所以 所以1979年 我做这个报告 然后就 范佣先生就带我 认识一些人 所以呢 我居然1980年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 是在北京出的 而且那个 西张月 这三个字是 毛顿先生提的 也是范佣先生 帮我去求的 然后这个小说集的 写序的是丁玲 所以1980年冬天 我就去 见了毛顿先生 是在北京的四合院 他的家里 那现在好像 像他就是在北京 他这个家就变成 矛盾故居 然后在那个四合院的中间 还有一个他的 他的像 不过我没有再回去过 就是自从那次之后 我也很非常感激 毛顿先生 那时候 他的精神 已经不是很好了 你看他 要靠在后面 而且他的眼睛 刚开过刀 可是他还是给我 给我的那个书名提字 他就是这样 西江月里矛盾题 然后下面一个 他的印 这个原件 这个书法原件 挂在我家里的客厅 很多人到我家里 一看了说 这真的是矛盾的字啊 我说是啊 你怎么可能 见过矛盾 他不是很久很久 很久以前的人吗 我说对对对 我说我有那么老 对 这就是矛盾先生家的 四合院 我那天见了他之后 出来的时候 他的媳妇小曼 送我出来的时候 我就回头照了一张这个 所以我没有再回去 可是我回去过浙江乌镇 因为矛盾是浙江乌镇人 所以我去过他的那个 他的故居 然后变成纪念馆的 然后在他故居 我就看墙上挂了很多 很多他的这个生平的照片 然后就一不小心 就看到这一张 我跟我小儿子一起去 我还没注意 我小儿子说 嘿妈咪那不是你吗 对所以这里面一张 就是说矛盾先生 1980年 什么接见旅美作家 李玲女士这样 那之后四个多月 矛盾先生就过世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见到了文学史上巨人的 最后一抹光芒 然后就是丁玲 因为他替我的第一本小说集 写序的 其实我印象中丁玲 还是一个五四女子 然后是沙菲女士 我看了丁玲的那个 早年那个照片 除了下面这个军装之外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 很性感的女子 然后在当时真的是很大胆 她写的那个小说 其实后来看的话 放在当时的时空 也是非常先进的 而且甚至有一些 女同志的那个 那个女同性恋的那种味道的 所以我是觉得 这是一个很不凡的女子 所以我很想见她 不仅是因为她替我写了序 可是我见到的时候 是这样一位老太太 她刚刚从北大方下方回来 那时候都还没有家 她住在那个友谊饭店 北京的友谊饭店 我去见她的 她跟她的先生成名一起 所以我当时看了 是真是觉得蛮激动的 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人就在我面前 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 也读了她的小说 读了她的那个太阳照 在山干河上啊这样 而且她还表演给我看 就是说因为她腰痛 痛到不能坐着写作 可是她还要坚持写作 所以成名帮她定了一块板子 上面打两个洞 穿了线绕过她的脖子上面 挂在胸前 站着靠着墙站着 然后在那个板子上面写作 是这样子写作的 而且经过这么多年痛苦 这种下放的辛苦 所以我见到她的时候 也是觉得说 好像面对着一段历史 而且是一段 好像两段历史 一个是五四的 那样一个女子 然后一个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老作家 然后我也去见爱卿 因为我很喜欢爱卿早年的诗 所以我 那时候爱卿 那是79年 对 她的诗集也刚刚重印了 我到她北京的家里去 她也是住在一个四合院 她跟丁玲就完全不一样 丁玲就是非常热情奔放 跟我讲啊 然后爱卿就是有点冷冷的 然后讲出来的话 像诗句一样的 而且有很多讽刺性 我还是跟她聊得很好 而且后来又 又再去了一次 还去她家混了一顿饭 跟她一起吃饭喝酒 然后呢 那见到她的 她太太到 到有事到新疆去 因为他们在新疆住了很多年 去办户口的事情 可是我见到她的儿子跟女儿 我就记得说 那一天在另外一个房间 有一个沉默的年轻人 完全没有跟我交谈 可是让我跟她造了一张像 你们知道这是谁 对不对 艾未未 所以那时候我只知道说 她是学美术的 因为爱卿有一本新的诗集出来 说那个封面是她学美术的 儿子画的 所以也是很多年之后 才知道 都连到一起了 巴金 这张是1979年 我在巴金先生的家里 我替他造 我非常喜欢这张 我见到巴金先生的时候 要去见他之前 我有点紧张 可是见到他之后就不会 因为我觉得他完全像一个老祖父 然后他的 他的女儿李晓琳 然后的女儿 就是他的外孙女端端 刚好那是跟我的 跟我的大儿子童年 所以我整个感觉 对他们一家都觉得很亲切 这是79年 在巴金先生家的后院子造的 然后这是1980年 我又再去看他在他家 又去见巴金先生 然后第三次见巴金先生 就是这张大概是1984年 这是最后一次见他 他那时候住在华东医院 然后再之后 后来巴金先生就长期住在医院了 而且就一直不能出来 不过这个时候他还没有 还没有那么 病得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79年那次 我对巴金先生做了一个访问 是录音的访问 那个录音带我到现在还留着 我想也许我应该捐给巴金纪念馆 那个很长的访问 然后我问了很多很尖锐的问题 很不客气的 可是巴金先生真的是非常诚恳 而且非常坦然地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那一篇巴金先生谈过去 现在与未来 与将来也是放在我的半生书园里面 其实半生书园里面 写到这一些作家学者们 有当时写的记录 也有后来这些年来 我后来回顾的时候 我的感受 我的反省等等 所以新的旧的都有的 比如说像丁玲 说当时之后 三年前我去延安旅游 然后去那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址的时候 我就看到墙上挂的一幅开会之后的大合影 当然毛泽东在最中间 丁玲座的纸跟他隔了三个位置 就是你可以知道丁玲那时候的地位有多高 可是后来他有多惨 所以诸如此类 就是说在这么多年之后 几十年之后 我再回想当初跟他们交集 然后再写我现在的感受 这是去年巴金的故居 变成纪念馆的时候 我去参观了 这后面就是巴金先生的塑像 我到他故居的时候 但是没有太多变化 就是我7980年去他的家里的时候 没有什么变化 跟见他说那个沙发椅 基本上还是同样的沙发 只是套子的颜色变了而已 这是我去年在巴金故居照的照片 然后在巴金故居里面 我看到最让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这个箱子 就是文革的时候 你看到上面贴着 什么三结合小组风 就是那些红卫兵到了巴金家 然后看到巴金家里面 很多那么西方的东西 那些他们有一些 见都没有见过 什么有种很特别的烤面包机 猪此类的 就是很多东西 他们或者觉得值钱的 都把它全部就丢到这个箱子里面来 然后贴上封条 不准巴金和他家人们碰 所以后来这个箱子 文革之后他们收回来了 他们把这个封条留在上面 作为一个纪念 所以现在这就在巴金纪念馆 也是1980年 我还记得是圣诞节 我去见浅宗书跟杨将 这非常可爱的一对夫妇 而且我觉得做年轻人 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讲我自己那时候 就是很糊涂胆大 完全不晓得 后来他知道说 原来这一对夫妇 他们第一 他们不大愿意见人 第二有时候 钱宗书先生对 听了不顺耳的话 他是不太客气的 可是我完全一无所知 我就很高兴地 就兴冲冲地去见他们 而且然后钱宗书先生 不大喜欢人家讲他的围城 我也不知道 我只看得懂他的围城 他其他的这个学术 学术著作实在太高深了 所以我去就不停地就讲围城 还要说 我知道那个 那个唐晓福的那个原型 一定是杨将先生 那他怎么回应你 他当时笑而不达 可是若干年之后 那个杨先生给我写的 其中有一封信 也在我的 我的那个书里面有提到 他就说 他才记得 我说他是 他是唐晓福的模特 他说 我的母亲姓唐 然后 围城里面提到说 唐晓福因为 毕业的时候 因为学生 也不算暴动了 学生示威什么 所以就 就学校就提早结束 所以那一届的毕业生 没有写毕业论文 他说我那一届也是那样子 他说 就只有这两点符合的 我告诉你 薄你一颤 我想说 这个杨将很厉害 他也不说是 也不说不是 可是呢 意思就是说 你是猜对了 其实当然是猜对了 你们去看 仔细去看 围城里面 钱仲书 那个形容 形容那个唐晓福 真的是 是杨将的 就是那种聪明 那种伶俐 还有说 他的皮肤多好 说他牙齿多好 说男人 应该想要 想要做他的牙刷 然后又说 其实女人眼睛 真好看的话 眼睛不需要很大 有些眼睛大而无当 就像一些文学作品 大而无当 杨将先生的眼睛是不大 可是很好看 所以这都是 这都是蛛丝马鸡 反正 不过那天 真的跟他们谈得很高兴 后来钱仲书 现在还送我他的 提了 那时候刚好 一个新版的围城出来了 就提了字 那我一直想说 为什么好像他们 二老蛮喜欢我的 后来我想说 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就是 他们太疼 疼他们的那个女儿了 他们唯一的独生女前缘 那我想我可能 让他们想到他们女儿 那女儿那时候 正在英国留学 可能很想念他们女儿 所以看到一个 年纪差不多的一个女孩子 好像 然后我又 我又不像其他人 也许到他们面前 就是会毕恭毕敬 很紧张 我不知天高地厚 所以我就像一个小女孩一样 就跟他们有说有笑的 也许这样让他们觉得很自在 我想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 那时见一些老作家 你想那时候 文革之后没有几年 在他们印象中的年轻人 很多其实就是像 红卫兵那样子的年轻人 然后这时候来了一个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那至少对他们来讲 中国也有一个断层 也有一个文学的断层 那可是我好像 我对他们也连上了一个文学的断层 我也可以知道说 中国的现代的文学 然后也可以跟他们谈一些 外国的文学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个年轻人又是跟他们 鱼记犹存的那些年轻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是互补的 就是说他们为我弥补了一个断层 我也给他们显示了一个断层 所以后来 因为一桩误会 我就没有再去看钱仲书先生 因为后来我把他们的合影 就寄给他们 然后钱仲书先生给我写了 非常可爱的一封信 然后杨先生也在上面加了一些话 反正就是说 谢谢我啊 然后希望我以后来北京 都要来看他们啊什么的 结果那封信就被范用先生 觉得太宝贵就收藏起来 本来应该寄给我的 他们托他寄给我的 就一直忘记寄给我 到十多年之后 他范先生要搬家 才找出这封信 哦哦 还有这封信忘记给我了 所以那时候 已经有点晚 那时候钱仲书先生 身体就很不好 很快就住医院了 所以这张照片是1995年 我到北京的时候 去钱府 那旁边就 范用先生陪我去的了 那中间当然是杨将 那么那时候 钱先生已经住在医院了 而且那时住进去 就再也没有出来 所以那时候我看 这时候看杨将的时候 他要每天都要带吃的 去医院给钱先生吃 他每天要准备食物 都要磨得细细的 因为钱先生是用 那个笔刺管这样子的 所以我钱先生 我就只见了那一次 不过杨先生我后来 这是钱先生过世之后 我去 我去见他 这大概是200 我想03还是04年吧 你看后面就是 我们三的那张照片 这时候 丈夫跟女儿都不在了 然后这位老太太 前不久还 刚刚过她的102岁生日 非常了不起的老太太 她一个人独自 还是住在同样一个屋子里面 然后她和钱先生 就是说 以百万人民币寄的 这种板税 全部捐给好读书 好读书 这个基金会 然后她的房子不装修 一直就是 就是我 30多年前看的 就是那个同样的 然后家具也没有 也没有换 这是我上次去见羊匠 是2008年 那天我的 我的先生跟儿子都一起去 所以他们有照 几段那个video 我有把它放在YouTube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YouTube去看 只要输入李黎羊匠 就可以看到那几段 那时候刚好这个 有一本书出来 等于是羊匠回忆录 可是不是羊匠自己写 是羊匠先生谈往事 然后那天就 羊先生就拿了那本书 跟我一页一页的这样子讲 讲那些图片 哪些图片是怎么样的 他们的故事 非常愉快 然后现在要讲 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 沈从文 那我到很晚的时候 才读到他的作品 而且一直到1987年 他去世的前一年 才在北京见到他 可是也是我小时候不知道 其实我很早就 看过沈从文了 什么呢 就是看他的电影 又要谢谢香港的电影 我小时候是香港电影迷 香港国语电影 所以这个就是 林黛跟严俊远的翠翠 其实就是编程改编的 之后 后来大家都晓得说 翠翠是编程改编的 可是不知道在之后不久 李翰翔又导演一部电影 也是林黛跟严俊演的 叫做金凤 其实那是沈从文的 另外一个短篇小说 叫做贵生改编的 那贵生是里面的 那个男孩子的名字 然后女孩子名字 就叫金凤 所以我想当然就是 他们那个电影公司 觉得一个电影名字 叫贵生 一定没有人要来看 所以叫金凤 还是林黛严俊 这就是后面 就是那个白塔 那个主题曲 要像我这么年纪的人 才会记得那个主题曲 叫热轰轰的太阳 望上爬 爬过了白塔 照进我们的家 沈从文他不但写 他也会画 你看这是他走在那个 回家 回他的乡型 乡型书解里面 他画那个沿途的风光 跟一路上写信 给他那时候 新婚不久的妻子张兆和 他也有在提说 为什么他画这些 因为他舍不得用 他有戴照相机 可舍不得用 因为他底片很宝贵 他要等到到家的时候 替家人照 因为他那时候 他母亲在生病 所以他那时候 要回到湖南凤凰 他说在路上 从北京到凤凰 走了半个多月 光是那个水路上 就走了十多天 好像或者更久 去年我去凤凰 就很快 飞到 飞到那个长沙 然后就 五个钟头的车到凤凰 这是沈冲和张 张张和年轻时候的照片 我觉得沈冲问是一个 到老的时候 都是非常好看的老先生 可是到我看他的时候 他刚刚 这张其实很悲哀 他刚刚中风过 所以他脸上的肌肉 无法控制 然后他又不肯戴假牙 我说你照相了 你把假牙戴上好不好 很固执的摇头 不肯 所以就这样 所以我 我见其他的那些作家的时候 我都怀着一种 很 很兴奋的心情 只有在见沈冲闻的时候 我的心情其实非常非常沉重 因为我是觉得 我那么喜欢他的作品 可是他是被 禁止写作最多年的 而且他在1950年的时候 曾经试图自杀 然后之后他就 他就完全不写这个创作了 后来他就去研究 中国古代服装史 然后也研究得非常有成就 可是我知道 至少我自己 作为一个创作的人 我知道 一个创作的人 如果是外面的一个力量 让你不准你创作的时候 那种痛苦 是无限的 所以那天因为 我的心情很欲足 所以我就希望说 能够让气氛比较愉快 所以我就 还好就是小时候 因为我是那样的影迷 看了电影 不但看电影记得 那所有电影明星的 那个名字什么 而且主题曲都会唱 所以我那天就唱 那个 翠翠里面的主题曲 那个热轰轰的太阳 还有金凤里面的歌 那几首插曲 给沈从文和张兆和听 他们听得很高兴 他们说 我们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然后去年 我终于去成了凤凰 这是我的朝圣之旅 这就是陀江 可是说老实话 凤凰已经变得很 很商业化了 陀江两边 就是到了晚上 那个什么卡拉OK 那个声音 霓虹灯 吵到我无法入睡 这张是很难得的 我在那个红桥的上面 往下照 好像一片平静的样子 其实很吵闹 而且我去了之后 不久 我后来写了一篇 很长的文章 两岸都有灯 然后之后不久 那个凤凰就开始收门票 所以我有朋友 在开我玩笑说 都是你害的 之后你写了之后 凤凰就觉得自己 其货可惧 就开始收门票 这是凤凰城闷楼 这是我造的 然后我去上坟 这是神聪温先生的坟 它一半骨灰 在这底下一半骨灰 撒在陀江碎里面 它这个墓碑 非常的特别 就差不多一人高的 我站在这墓碑 旁边的话 只比墓碑高一点点 是一块 没有经过打磨的 五色石 然后你们看到 那个左上方 有一个小小的那个花 那是一个花圈 因为在凤凰城里面 都很多女人 都织了那个花圈卖 然后就年轻的姑娘 就拿了就带在头上 那我买了一顶 是把它放在 是用来 放在沈松文先生的坟上 他们因为湖南人 有这个习俗 叫做挂坟 就在坟上面 挂一些花花绿绿的东西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花圈 这上面几个字 是他们 对沈松文先生 自己说的话摘下来 其实当初 沈松文先生 写那几句话 并不是为了他的墓碑的 照我思索可以 可以知道我 照我思索可以知人 然后背后是 是张充和的妹妹 张兆和的妹妹 书法家张充和 写的那个 张充和写的那个 吊文 就是用沈松文的名字 签在里面的 不折不从 一词一让 心斗其文 赤子其人 然后之后 那个凤凰之后 我也去编城了 其实编城原来 就叫茶洞 可是因为 观光的这个 要吸引观光客 就根本就把它 茶洞这个地方 就改名为编城 就照那个小说的 所以 城门楼什么 都是编城 这就是那个 翠翠 这个渡的江 叫清水河 就是编城旁边的 那条河 那个往里面去 就是 就是编城 两岸 然后那边也有渡船 就像翠翠 当年的那个渡船 那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岛 一个翠翠岛 上面又翠翠象 我就不放了 因为我觉得 那个实在是 太商业化了 好 这个 回头到 我在 在美国 15年回不到台湾 可是台湾等于是我的故乡 我当然非常想念 所以我就隐姓埋名 不是隐姓 改名 参加台湾的那个 小说奖 然后居然得奖了 这是1982年 然后我连 那个本面目都不敢试人 你看我还 头发遮了脸一半 然后换了一个饼名 然后得了奖 也不敢回去领奖 结果还联合报 还要把那个奖座 搬去给我妈妈 我妈妈到美国的时候 帮我搬来 然后一路的抱怨 说那么重 自己不能回来拿 所以15年之后 我才回到台北 一个秋天 一个下雨的秋天 终于回到台北 然后第二年 我就在台湾 出了我第一本小说集 短篇小说集 而且我非常高兴地 替这个小说集写序的 就是我最崇拜的 陈映珍先生 那时候当然 他也早已经出狱了 而且他 也就是1985年 他在台湾 办了一个叫人间杂志 是关怀弱势团体 关怀劳工 关怀农民 替他们的那个福利 争取的 这样一个杂志 在台湾是非常特别的 而且在解研年代之前两年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实在是台湾 非常非常动人 非常可爱的一段时候 1985 解研的前夕 所以到1987年 解研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台湾的外省人 就纷纷回大陆探亲了 就是几十年不见的亲人 如果还在的话 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了 这就是陈英臣先生 这是印科杂志八月号 做他的 做封面的 这是大概也是 差不多那个时候 有一次纪念的集会 在马场丁纪念公园 大概可能 香港的朋友比较不知道 这个马场丁 就是当年 在50年代 白色恐怖时候 国民党是把年轻学生 一批一批的抓到这里去枪决的 所以这后面还有四个字 人民中魂 那天是 就是一个 一个追导纪念会 就是在白色恐怖时期 就是牺牲的 无辜的民众 这是陈英臣夫人 陈英臣跟他的夫人 陈英臣现在还在北京养病 基本上不见朋友 因为怕说会激动 会影响到他的病情 所以我已经很 好些年没有见到他了 然后第二本 短篇小说集 我特别提出来 因为替我写序的人 也很特别的 就是 刘兵燕 《中国的良心》 这是 这是1984还是85 刘兵燕跟他的夫人朱宏在我家 那时候我才住在 美国圣地雅各的时候 在我家造的 我这本半生书园 台北版 里面有刘兵燕 可是刚刚出的北京版 没有 他们把刘兵燕这张 撤掉了 因为据说说 他们说领导觉得 还是不放比较安全 因为刘兵燕 还是一位异议分子 他 他在 刚好在美国访问的时候 8889年 就89年64之后 他因为说了 说了他想要说的话 所以他再也不能回中国 所以他是死在美国的 所以我大陆版的半生书园 少了一个信留的 不过多了一个信留的 就是流行物有一篇续文 这也是台湾版 这也是台湾版没有的 这是我一个中篇小说 1988年出的 也是得了小说奖 所以这个时候 我的写作状态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 我自己觉得一个 非常顺的一个状态 可是说 有时候呢 人生到了顺境的时候 就突然就有一个 大大的逆境 就会出现了 这1989年的春天 我的大儿子 先天心脏病 13岁 就突然 突然倒地 然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所以 那之后我一年之间的心情 我就用 用笔记的形式写下来 后来就出了这本书 叫《悲怀书简》 是因为这一件事情 让我理解到 文字对我的另外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是疗伤 因为我不能想象 就是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没有文字 如果我不能够用文字 来书写我的感情的话 我会如何活下去 然后同时我从文字中间 别人的文字中间得到安慰 比如说这个小王子 小王子 里面很多 就是他的故事 整个故事就给我启发 当然里面有很多话语 非常的美 然后这个故事 其实就是说 这个小王子是活在 他自己一个小小的星球 可是因为他跟他星球上面 那朵玫瑰花 闹脾气 所以他就到地球上来了 然后地球上来了 他就学到了 人生的功课 他教了朋友 他教了这个 所谓这个作者 然后他学到了 应该如何跟你爱的人相处 所以最后这小王子觉得 他的功课学习到了 他要回到他自己的星球去 去跟他的玫瑰花 重归于好 可是他怎么回去呢 因为他说 他是跟着一群鸟飞 飞过来的 飞过这个太空 然后见到很多星球 然后才到了地球 可是他现在怎么从地球回去呢 他说我的身体太重了 我不能就这样回去 所以我必须要 舍弃我的身体 然后我的灵魂 才能够飞 飞回我自己的星球 所以小王子就请一条毒蛇 把自己咬死 然后他才能够回家 所以这个给我的 这个启发 就是说我们 也许我们看待生命 看待生死 要这样一种 这样看待 就是说其实我们是 我们都是从 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 外星人 然后我们穿的这个身体 就是我们的太空衣 我们的宇航衣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地球 然后若干年之后 我们的 也许我们的衣服 发生了问题 或者已经太旧了 不能再用了 这时候我们就把 我们的衣服舍弃了 然后我们的灵魂 就可以回到我们 原先来自的地方 所以这小王子这本书 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然后在那个之后 差不多四年 我又生了一个小孩 因为我觉得 我要把我失去的儿子 再生回来 所以这个孩子 我就给他取名 天秦 然后再怀着他 以及到他两岁为止 这中间我也做了 各种笔记 他也画了很多树苗 就是画他 那个小baby的时候 这就是他 所以后来这个也出了书 所以就叫做晴天笔记 因为对我来讲的话 取名天秦 就是雨过天秦 然后这个之前之后 我写一些小说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短篇小说集 这个福士这个短篇小说 后来我把它一直加 加了后来变成了一个剧本 然后福士书简 也是小说 这是 我用的是书信体 就是说是十八封情书 所构成的一个爱情故事 然后这个 我有一个很 在美国一个很要好的女友 她是一个摄影家 她就替我把这十八封情书 每一封情书 配两张摄影图片 这是其中一个图片 这是另外一个图片 很特别的 这个朋友 后来我的别的书 我还用他的摄影或者图画 做我的书的封面或者里面 然后写了一本 代数男人 有点科幻 就是讲 如果男人怀孕生小孩 会是怎么样子 然后这个 后来就被拍成电影 台湾中影公司拍的 男主角邱星志 邱星志前几年好像蛮红的 他好像在大陆演那个连续剧 另外第二男主角就是 Mitchell Lichtenstein 他是李安的《喜宴》里面 演的第二男主角 演那个赵文轩的那个 情人的那个 这是代数男人的剧本 因为拍代数男人 在洛杉矶拍我全程参与 所以我也做了很多笔记 所以这本是代数男人 剧本和幕后人语 就是我作为一个幕后参与者 对于我来讲 拍电影的这个经验 也是很特别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我所见到的 这个拍电影的过程 我就也写出来 然后我觉得写电影剧本 也很好玩 所以我刚提到 一个短篇小说《福士》 我把它一直加一直加 后来改变 变了非常非常多 可是是基于那个 就是一个年轻人的 这个找王找世的一个故事 我把它写成一个电影剧本 叫《乐园不下雨》 得了那个台湾的那个电影剧本奖 然后同时我 我很喜欢旅行 所以我很多旅行的经验 也出了几本书 这是那个尔雅的那个 出版社的 影帝先生替我取的名字 他说他觉得我就是天地已游人 这张照片差不多二十年前了 所以后来有一些散文书 里面也是有我的这个旅行 或者阅读的经验 比如说这一本《寻找红气球》 是写给我小儿子的 因为他在他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看一部法国电影 叫《红气球》 50年代拍的 1950年代拍的 里面完全没有对话 就是一个小男孩 跟一个红气球的 这个友谊的故事 所以我那时候 两岁的小儿子都看得懂 就是因为没有对话 所以我后来不久之后 我因为需要去一趟巴黎 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到 为我的儿子去巴黎 这个拍红气球的地方 去找那个红气球拍摄的地方 所以叫做寻找红气球 所以这很多我的这个 关于旅行的文章也就是这样 就是说去 等于去印证一个 比如说我喜欢的书 或者电影 或者有时候去 去找寻他们一个作家的故居 导演的故居 诸如此类的 所以并不是纯粹的旅游 我常常要说 我写的 如果你觉得我写的是 旅行文学的话 也许你会失望 因为不会告诉你说 你到了哪一个城市 要到哪一条街上 去找哪一家餐馆 他的菜好不好 然后这个玫瑰蕾名字 是写给我另外一个儿子的 就是里面都是关于这个 很多是关于电影的 因为他很喜欢电影 所以这个玫瑰蕾的典故 就是20世纪 大概都是 就是说如果排起来的话 都是前 绝对是前三名的 那个大国民 Citizen Kane 里面的典故 就是最后 那个大国民 他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什么 是一个玫瑰蕾 那玫瑰蕾是什么 我最好不要讲 因为如果没有看过那个电影 如果讲出来的话 会被骂 因为那是在整个电影的 就是在追寻 就是说究竟玫瑰蕾是什么 Rosebud是什么 然后我去 我去上画画课 画画课老师 带我们到威尼斯去 去画 所以我就 这是我的席作 一共八天 每天都画 所以我就把 我的画 我的摄影 跟我的日记 也变 这是另外一幅画 变成一本书 就是威尼斯画记 然后我就爱上了桥 所以我就到处去画桥 这是苏州的一个桥 我觉得它的名字很有意思 它叫胡相思桥 我不晓 是胡乱相思 还是有一个人叫胡相思 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 有一段时候 我在江南 好几个地方都去看桥 然后画桥 我觉得桥是非常美的东西 因为它可以把隔离的 联系起来 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 文字就是这样 文字就是一种桥 这是布拉格的查理斯桥 这是布拉格女儿 另外一座桥 不好意思 我只是一个画画的学生 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好画 可是只是拿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这些画什么 也就收在另外一本 这个散文集 海枯石 这个封面是我照的一张照片 就是在那个意大利 那个Capri的一个蓝洞 那里面的水就是说是 在全世界最蓝的水 因为它有一种很奇怪的 一个光的照的方法 所以那个水的颜色是 非常非常美的一种蓝色 然后我就爱上了一个地方 就是上海 而且是3040年代的上海 不是现在的上海 当然有各种原因 一个原因当然是说 我的亲生的家人 他们住在上海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张爱玲 所以我就去上海 寻访张爱玲足迹 这先从美国开始 这是旧金山 张爱玲曾经在这边 住过一年多 旧金山那个离 中国城不远的 Bush Street 他张爱玲就住在 这个里面的某一栋 某一个单位 跟他那时候 他的丈夫 Raya 然后这是张爱玲 在上海的长德公寓 然后那个出来不远 就是这个南京路 可是在张爱玲 看到的这一段 是这个样子的 西伯利亚皮货店 他的社界里面有提到 我想都是说他的小说 所以对张爱玲 这一些追寻 我就出了这本书 《浮花飞絮张爱玲》 那里面有很重要的一段 就是说大概到现在为止 没有别人有过 就是我访问到湖南城的 子女儿清云 对他做了很长的访问 录音访问 所以这就是说 这是等于是旁边旁证 这个张爱玲的身世 这样子 主要是跟湖南城 那一段的交往 然后这本书的大陆版 他们改成叫 《张爱玲未了情》 这是江苏出版社出的 然后对上海 还有一个 我爱上海的原因 就是上海的老歌 如果 大家如果有 看过王家卫的《花样年华》 会有印象 王家卫也是对 中国40年代的老歌 情有独钟的 《花样年华》里面 有大量的老歌 可是你们可知道 这些老歌 很多几乎百分之八九十 老歌的作者是谁呢 就是一位叫做陈歌星的人 他早已经不在了 可是我还在寻访陈歌星 这个是上海徐家会的 徐家会公园里面 叫小红楼 现在这个底下是酒吧 那个中间是一个法国馆 菜还不错 可是为什么 这当年是百代唱片公司的地方 他们这边还有当年的录音间 所以这个小红楼里面 墙上就有 你看从右边开始 白光 李湘南 周璇 姚丽 白红 像我小时候 那个香港的电影 好多电影都是姚丽在幕后带唱 那周璇更不用说了 好 这就是陈歌星 陈歌星做过哪一些 他做了无数的歌 最有名的是 玫瑰玫瑰我爱你 那是他的妻子 他妻子叫金娇丽 所以他玫瑰玫瑰我爱你 第一句就是 玫瑰玫瑰我爱你 玫瑰什么 最娇艳 最娇艳 最艳丽 最美丽 就是他太太的名字 娇丽 陈歌星可是他 玫瑰玫瑰我爱你 墙卫处处开 苏州河边 花样的年华 所以王家卫用来做 花样年华 这个电影的主题 的名字 什么初念女 就是说 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 在早些年唱卡拉OK的话 大概都还会唱到这些歌 这些全部是这位天才 陈歌星做的曲 可是他的命运实在是很惨 他50年代 这个 返幼的时候 就被抓起来 送到安徽的一个劳改厂 死在那里 大概就是 大饥荒的时候 所以 后来他家人 听到他死讯的时候 已经是几个月之后 然后去收他的遗害 大概也都不完整了 就是 他的儿子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就是陈刚 写梁三伯与注音台 梁柱小提琴协奏曲的 所以 梁柱小提琴协奏曲 是如此之美 而且我那时候 知道说是 是50年代的 这个 陈刚和战好 两个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 写的 所以我 我讲 我都以为说 陈刚在那个年代 是对 新中国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然后充满了 罗曼提克的思想 所以才会写出这么美的 我后来 跟陈刚 当然说认识了 也 也 见过好多次面谈话什么 才知道说 其实他在写梁柱的时候 他已经 非常悲惨 因为他的父亲 已经送到老改营里面去了 他已经是黑五类了 他爱的一个女孩子 因为这样子 已经离开他了 所以后来 因为我对 上海这些流行歌曲 的这种 这种怀旧 因为我在台湾 小时候就是听 还是可以 电台上面还是可以听到 像我刚刚讲的那些歌 还有更多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那是我的一段 童年非常亲切 非常美丽的一个 一个联系 所以我在我的 童年回忆那本书 《昨日之河》里面 有一张也是讲到 收音机年代 所以因为 我的这些记忆 跟这些记忆写出文章 我就跟陈刚 合出了一本书 是他决定的书名 叫做玻璃电台 上海老哥 刘生 为什么叫玻璃电台呢 他跟我解释说 他的母亲金交利 以前就是在上海 百货公司里面 他说用玻璃 弄成像一个玻璃夹子一样 然后 波音源就在 在这个玻璃里面 所以声音是 等于是波音室 声音是外面 传不出去的 外面的杂音 也进不来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波音源 那当然是很年轻 美丽的波音源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噱头了 所以这就叫做 玻璃电台 所以陈刚 由于对他母亲的 这种怀念 所以陈刚坚持 要用这个书名 所以这是我跟陈刚 合写的一本书 那我就写在我的记忆中 上海老哥 所带给我的 这些美好的回忆 他就写关于 他父亲的那些 对 他父亲 陈歌星就是 对整个中国 近代的这些 流行歌曲的影响 跟贡献 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我虽然没有 见到陈歌星 至少我见到他的儿子 这是在大陆出的 就是也是我一些 一些散文的集子 这是上海出的 天地诱人 因为这个名字 我很喜欢 所以这是云南出版社 也是出的 我的旅游的文章 乐园不下雨 那个电影剧本 那是很少有的 就是说 我先写了电影剧本 然后我就把它写成 长篇小说 所以这个 这个是从电影剧本 改成的长篇小说 我也做了很多改变 这个封面摄影 就是我那个美国朋友 帮我设 服饰书简的 他造的 这是印科出版社 配合我那个 乐园不下雨 长篇小说出的时候 给我做封面的一个专访 然后我不是 在我大儿子过世之后 写了悲怀书简 这是第一版的 悲怀书简之后 二十年 印科替我重出的 那我前面又加了一个 很长的前沿 因为我觉得 我这个悲剧发生了 二十年之后 我可以重新用一种 新的眼光 来看待人生里面 发生的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还是这样 还是我说的 文字带给我很多 疗伤的力量 然后这时候我希望 也能够通过 我自己的文字 也能够给同样 有生命中有伤痛 有失落的人 也能够给他们 带来疗伤的力量 希望能够这样 所以这本书是新版 而且并且我加了 这样一个前沿 这是我另外一个小说集 这个画也是 我那位摄影家朋友的话 因为我觉得 非常加利福尼亚 这种加州阳光下 然后这种 有点墨西哥味道的 那个白墙 红瓦 这是我两年前出的 就是我的童年回忆 昨日之河 一大部分是我小时候的 种种点点滴滴 我的童年的生活 在南台湾的生活的点滴 然后后面也有提到 我的身世 然后我如何去 如何寻根 然后如何 对跟我的 把我养大的母亲 我们这种深厚的感情 最后如何与她道别 就是她五年前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因为我跟她 这么深的感情 可是在她 在她离开之前 我跟她如何 我们 我来告诉 我来告诉她 我对于生死的看法 那昨日之河 去年出了大陆版 就大陆 北京中华书局出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对我 非常有特殊意义的照片 你看就是这张 这是三年代的 三个年轻女子 中间那位就是 我叫妈妈的 把我养大的 我的妈妈 就是五年前 在上海过世的 左边那最高的 就是我的生母 她们是表姐妹 然后右边 是我叫大娘娘的 是我生母的姐姐 这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三个女人 这是大陆版的 昨日之河 这是刚刚出的新书 《翻身书源》 就是我刚刚跟大家 介绍的里面 有十二位 海峡两岸的作家 老作家 学者 出版界的人 这是刚刚出来的 北京三连版 就是抽掉了 刘宾宴的 稍微讲一下 就是《半身书源》 秩序 我想这是 可以做一个 简单的 就是我《半身书源》的 这本书对我的意义 这个秩序的题目 就叫《长河测影》 就是我何其有幸 得以亲眼目睹历史 当时激动心情之下 做出的记录 荣带日后沉淀 定格 今日整理成书 突乎已过半身 人书俱将老去 唯愿文字长存 记忆之何长留 因为我是在高雄长大的 所以高雄文学馆 邀请我做馆藏作家 那希望我写几句话 就是我的文学观 我想这个是 很好的一个 我对文字的 文学的看法跟总结 我就说 文学的终极关怀就是人 以文字凝视人间的美 于哀伤 然后抗拒遗忘 因为我是觉得说 我们最宝贵的 就是我们的记忆 那对于我来说 我抗拒遗忘 我维持我的记忆的方式 就是通过文字 写下来就不会忘记了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对话 那我提一下 这是一朵病地帘 据说病地帘 是可以给大家带来好运的 那这张照片不是我照的 这张照片就是 我刚提到今天也来了 是我台大历史系的一位同学 黄长生老师 他是业余摄影家 这是他的照片 他照的 所以谢谢他 黄长生你在哪里 黄老师 黄老师 谢谢黄老师 谢谢你来 不要走啊 我等一下送你书 好 那现在我们开始对话 我还有多少时间 没问题 我们非常感谢 李老师给我们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分享 像李老师讲的非常对文学 就是关怀人 人最重要是有心 我们看了刚才李老师跟我们介绍 就宛如我们看到一个两岸的文学史 我们看到很多的大文豪 李老师跟他们的交往 他也是付出了他的心 我觉得最重要是他把他的心拿出来 跟这些我们的前辈 我们的很尊重的文豪 他们来交往 然后他把他的经历再写出来 李老师刚才提到 他说那个杨将老先生 还有钱中书老先生 可能觉得像他的女儿那种交流 其实我觉得还是李老师把他的心拿出来 跟这些大文豪交往 我们看到他整一个那个两岸的不同的那些文学 文学家们的交流都非常非常的感人 我们也看到李老师讲到自己的孩子 讲到他自己的过程 这种我是非常感到他这种很真心的这种反应 那么我们现在就 我相信在座的朋友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想跟这个李老师交流 这位先生 李先生您好 我先请教一下 就以刚刚您最后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半生疏远 因为一些原因 然后两个地区出现的一个版本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那么您刚刚也讲到了一个 昨日长河里面去讲到这种文字和记忆 让它留下去的时候 您怎样去看待这种人为的去抽调 去隔断某一些东西 这一种上面去对您的一个影响是怎样子 然后您怎么样去看待怎样能够更好的 有更多东西是事实上不是说不可抗力 所引起的这种尽量去避免这种人为因素呢 谢谢 谢谢你提问 我想对你最好的回答其实就是我的作品本身 因为半生疏远里面12位作家学者 就像我说的海峡两岸 他们都在他们自己生活的地方 受到他们自己政府的压迫 甚至监禁 监视 近身 不能讲话 不能够发表 所以这其实就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面 非常悲哀的一页 那我想说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尽量写吧 然后尽量表达我们的想法 然后当然我必须要向一些前辈致敬 就是说我们现在至少在我们在写 在表达的时候 我们不会有什么遭遇到什么不测 或者危险 或者什么牺牲 可是我们的前辈们 他们付出的实在很多 可是在我们看到说 在他们种种的这种颠值之下 我们还是在看到一步一步的在进步 谢谢 好 这个黄一福的这位小姐 李老师您好 真的是 我觉得我这一次是非常的幸运 因为我刚刚就在前一段时间刚刚读了您那个《昨日之河》 我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就是机缘巧合地知道这次书展您能来这边讲座 然后我也是特意从深圳赶过来 就是是这样 就是《昨日之河》呢确实是因为我比较年轻 对于我来说这本书弥补了一段我所不太熟悉的历史 但是通过那个书里面 其实就是讲了您一些经历 其实在我客观看来 有一些日子其实是很苦难的 但是您那个书里面通篇都给人感觉非常透出的那种淡淡的温情 让人读起来特别舒服 包括我今年见到您本人也是基本上跟我想象中差不多 就是气质非常的典雅和优雅 像我们这个年轻人啊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面对生活的压力会觉得很烦躁 阅读是一个让人尽兴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就是想问一下林老师 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 怎么能让我们能调节我们的这个情绪和心态 能做到您这种 即便是在逆境中也能保持很正能量 然后很温情的那种心态 可能是我比较紧张 其实也比较激动 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 谢谢你的赞美 我想我刚才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我从文字之中得到太多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 没有文字我不能想象我还是这个人吗 那因为我觉得我从文字得到这么多 这是最珍贵的东西 那我当然是愿意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写 我跟大家像新初发布会什么 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说 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东西 而且不需要很多花费的 而且甚至现在你上网都可以免费的都读到很多东西 我们实在是应该阅读 而且年轻人的话我是希望说读经典 先读经典 因为经典等于是说 漫长的时空中间有无数的读者帮你过滤了 让你送到你手上的经典 其实是这么多读者已经帮你过滤到是最值得读的 最通过无数的检验而真正的值得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 所以我是觉得说年轻人 网上的诱惑太多了 可是网上还是有免费的经典 很多都是在网上的 其实真的是在多阅读 好 我们谢谢李老师的给我们的好建议 多读经典 李老师你好 我刚才听你说话的时候 我记忆中你好像提到了很多很多你跟作家的相处 还有就是我刚才听你一句说你的文学录的时候 听到你说你去博客来凤凰 还有就是为了张爱玲去上海去朝圣 所以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与作家的相处 另外是去朝圣这两件事分别怎样影响你的文学录 文学养分或者是文学观 谢谢李 作家相处其实怎么说呢 我觉得你从一个作家作者 你能够得到最多的其实就是阅读他 其实像我年轻的时候去见这些大师们 说老实话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讲的话 我就是一个小粉丝嘛 去追星 不过当然我这个态度是严肃得多了 就是真的是去面对大师 其实你说我不去见他们又怎么样呢 我还是一样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间 学到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写作 他们的文字的方法跟力量 所以那当然是因为有这个样的机缘 而且我觉得真是非常宝贵的机缘 我能够见到他们 那当然就是说 见了之后 那么面对大师 然后他们的 他们的风度 他们的 在苦难之后的一种 有的时候是一种从容 有的时候是一种生活的 积累下来 积累下来的智慧 我当然是从中学到很多 可是我想说 即使有些大师 我从来没有 有幸能够见到的话 阅读他们的作品 其实我觉得也是差不多的 那你问到说 去很多地方 那是因为我很爱玩 很多地方去旅游 可是我觉得说 旅游不是只是纯粹去玩 所以很多地方 我对那个地方有兴趣 因为它对我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有朋友说过 说你专门去上坟 所以我到很多地方是去上坟 比如到巴黎去 我去那个墓园去 去看那些名家的坟 马格丽特朱赫斯的坟 那个萨特德布 藏在一起的 然后到日本去 上小金安二郎的坟 诸如此类的 甚至到威尼斯去 去那个坐船到木岛 去看布洛斯基的坟 诸如此类 就是说对我来讲 这个地方因为文学 或者说我喜欢的电影 因为这些大师 他们长眠在这里 所以就会对我具有不同的意义 那我就是不仅是一个观光客 一个游客 而是跟我的文学生命中 一部分连在一起了 李老师每到一个地方 都去吸收他的文学养分 好 刚才有位朋友 在这边举手 是吗 好 这位朋友 李老师你好 那个就是 首先就是我很坦白地说 其实在听讲座之前呢 其实我实在是太过 就是见识太少了 我是不认识你的 连你的名字都没有听过 可是在 就是听完你的讲座 我发现 原来李老师是一个 就是我 没有给我一种感受 就是好像那种 很有价值的那种老师 而是一种很活泼 给人很年轻的一种感觉的 那个老师 所以就是想先赞赏你一下的 然后就 谢谢你的赞赏 好 然后就是我有一个问题 非常亲切 对 很亲切 然后就是有一个问题 想问你就是 对于年轻人 或者是当你回想你年轻的时候 你觉得文学创作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真诚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是发自你内心的 你的情感 你的语言 如果你对自己都不诚实的话 你就 你没有办法感动别人 你要先感 先能够感动自己 最重要的 一定要是 要是诚实的 好 我跟大家讲一个 小小小秘密 刚刚我早一点来 跟李老师在交流的时候 我也就问他 当个作家 最难写是什么 然后李老师就说 写小说是最难写的 因为要带入不同的角色 比演员更难 我们说演员 你只是演一个角色 但是你是作家的时候 你要去创造不同的角色 他要进入到 每一个角色里面去 所以李老师 讲了这个真诚 就是说 你应该爱上你的角色 进入你的角色 还是创造他 又是导演 又是演员 身兼好几职的 这种经验 我想我们在座 今天也看到不少的 年轻的朋友 希望大家会觉得 对你们今后是很有用的 我们看别的朋友 有问题 想跟你老师交流的 这位朋友 李老师你好 我是大概二十几年以前 在一份杂志里头 看到你的一首心诗 叫火 要存下去 七十年代 对 那个时候 我看的那篇诗歌 很感动 也常常的 有的时候会朗诵起来 但是刚才听你讲的时候 好像你没有出那些诗歌的曲 我没有诗集 对 没有 是吧 那首诗好像就 没有再印出来 是吧 对 我发表过好几首诗 可是我觉得 我对 我的诗不够好到 可以出几子 所以 那就一点 我很高兴有人还记得我的诗 你还能朗诵吗 你都常常朗诵 我都忘记了 我都 内容 我情感上 我很记得 但是文字就具体的 就忘记了 当中有一两句叫什么 琴琴的手 纳汉的口 好吗 那是写五四的 写五四运动的 不是革命的 是五四的 对对对 非常好 我们的朋友 好 这位先生 李老师你好 你好 我是台湾 台南汉林出版社的主编 汉林 那我们选了 你们有收 我们选了 我们选了李老师的 这个一篇游记 爱之内族 就是写 太极玛哈林的 还有选了一篇 这个孩子的宗塔 这个是写 意大利的 美国的小孩子被枪杀 然后他把他的器官捐赠给意大利人 那可不可以听李老师谈谈 您当时写这两篇文章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 当然记得 孩子的宗塔 这个就是这个 你们贵社 汉林出版社出那个教科书 补助教材的 对对对 老师可不可以 因为这个孩子宗塔 跟您的儿子 我知道 是不是把 您把 您这个 当然是有投射我的心情 对 就是说 而且把他那个 眼角膜捐赠出去 那可不可以听 李老师谈谈这一段 当然这一段是可能 您一些悲心的往事 很简单讲一下 就是你提到的 孩子的宗塔 就是若干 大概十多年前 有一家 美国一家夫妇 父母亲带着他们的 儿子女儿 到意大利去 意大利南部去旅游 结果就遇到了 那个黑道 在追杀 把他们误以为 他们是 他们要追杀的对象 就向他们车子开枪 就把他们那个 大概是九岁吧 他们的儿子 就当场就杀死了 那可是这对父母 当时做了一个 非常高贵的决定 他们就把他们 儿子的身体里面 所有可以用的器官 全部捐出去 所以他这个 这个男孩 眼角膜啊 什么 心脏啊 什么什么 甚至骨骼 皮肤 可以捐的 都捐出去 救了很多人 所以意大利人 就是觉得 非常非常的感动 就是说这对父母 不但没有恨 而且还用他们的 这个 用他们孩子的爱 来 来回馈 所以 然后 所以意大利人 在感动之余 后来就 捐了一个 叫做 一个 一个塔 其实是 不是我们一般 想的就是说 那种石心的塔 而是 一些金属支架 做成的一个 空心的塔 在这个 孩子的故乡 就是美国 加州北边 一个地方 那我就特别 去看了这个地方 看了这个塔 这个叫 为什么叫 钟塔 就是说在这个 这个因为是 都是一些金属支柱 所以上面挂了 很多大大小小的钟 这些钟就来自 意大利不同的地方 就所有意大利的 居民 人们听到的 这个感人的故事 大家都纷纷捐 这个捐 捐一口小钟 这样子 所以这口钟塔 就 这个声音就一直 钟声就一直 在这个小孩子的 故乡 那我 我看了这个新闻之后 我 我当然非常感动 所以我就 我就收集了一些资料 然后又到那个地方 照了照片 就写了 写了这一篇 我很高兴 汉林出版社 收了这一篇 你提到的另外一个 就是讲那个 太极林的 Tachimahou 那一篇 不但汉林 好像也有些 其他的出版社 就是做 教科书的 或者教科书 补充教材的 也被 也收进去 所以 大概那一篇 叫做 爱之泪珠 大概是被 我的 文章里面 最被广为 这个 这个 收进 这个 选本里面的一篇 对我来讲 那个太极林 当然是很美 可是它美在哪里 当然是 就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 说是因为 一个皇帝 沙迦翰 为他的 难产而死的 爱妃 所建的一个陵墓 可是它的美 我是 它的形状就像一滴 一滴水滴 那这是 就是爱之 爱的泪珠 然后它 不但就是 因为是 出于一种 爱而建的 而且我们 就是世界上 很多很伟大的 建筑 大部分 就是说 我们印象中 你想想看 一些伟大的建筑 很大部分 是一种 很雄性的 很阳刚的 甚至很炫耀的 一种耀武扬威的 只有太极林 它这么柔和 它这么女性 所以我就觉得 太极林的美 是跟很多伟大的 所谓伟大的建筑 是不一样的 然后它后面 又有这样的意义 所以 我 我第一次去了印度 去看太极林的时候 就 我就写了这篇 然后今年三月 我又去印度了 我又看到太极林了 我觉得太极林 是百看不厌 我可以站在它面前 对着它 从早看到黄昏 好 这是回答您的问题 好 李老师 每到一个地方 都有不同的灵感 很多感人的故事 我们看 在座朋友 好 后面有一位朋友 那位 那位先生 李先生你好 非常感谢你谈你的文学路 我想刚才从你的文学路上面看到 实际上你的路上 一路上是有相遇到很多的一些文学巨匠的 所以我想从这点上 你是很幸运的 所以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这些文学路上面遇到的一些文学人的话 大部分都是出生的相对比较早 几乎没有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一些人 那所以我希望从你的这个文学路的角度上讲 能不能谈一下那中国在这几十年以后 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几十年的一个文学路的发展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经过这几十年的封闭发展的话 实际上现在的年轻人对于中国的一些文学文化相对都比较悲观 所以我也希望你能不能从自己的经验谈一下 中国的文学出路在哪里 好吗?谢谢 哇!这是要一个 开一堂课的问题 我们大概也没这么多时间了 不过我可以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你提到的一点 我见到这些都是年纪很大的 没有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的 很简单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要跟时间赛跑 我要赶快见他们 不然的话我不晓得他们什么时候就要消失了 而且就像我刚刚也提到 他们是我的所谓我的文学断层中的一些宗师们 所以我要急着见他们 那么至于比较年轻作家 那稍微年轻一点 那时候刚才照片里面有就是 后来也是变成一直到今天都是我的好朋友的 像刘欣舞 他在他们中间当然相对来讲是比较年轻的 那更年轻的话 当然因为我自己年龄的关系的话的原因吧 所以我交往的朋友都是好像比我大一点点的 更年轻的好像没有这样子 当然我有认得 就是没有这样子的身交 那你后面的问题 我想我今天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实在问题真的很大 可是就是一个很好现象就是说 你看我70年代末期 80年代初期去中国的时候 见到作家看到作品 虽然文学杂志也是挺多的 可是限制还是非常多 像刘欣舞那时候写小说还在问说 我能不能写爱情小说 他有一篇小说叫爱情的位置 他觉得是非常非常突破的 居然可以写爱情 所以可是你看到十多年二十年之后 其实没有那么多年之后 在80年代中期跟后期 那个大陆的寻根文学就出来了 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丰富 多采多知 所以我觉得这个 现在我们就有很多选择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读者 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所以你说好像也许这个 有这样子那样子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至少我们有选择 不像在曾经在一个时候 一定要只能要写歌颂工农兵 或者什么 那这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那你其他的就是要我讲 现在这个中国文学什么 我想这要开讲座了 那今天就对不起 没有办法讲了 我们期待以后 李老师能够再跟我们开讲座 我们说开心的时光 这时间是过得特别快的 李老师不知不觉 已经跟我们分享了 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我知道在座朋友 一定还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最后一条问题 看哪一位 还是后面那一位先生 刚才他已经举了几次手了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了 不好意思 谢谢李老师 今天我是带着我的小姑娘来的 我的小姑娘 小姑娘起来站起来看看 小姑娘很喜欢 小朋友几岁 十三岁 好年纪 我们小姑娘很喜欢文学 她有一天跟我说 爸爸我要写小说 你要支持我 我说我一定支持你 所以我在这里看看 李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 或者是意见 给一点她 怎么样开始 怎么样培养这个兴趣爱好 怎么样开始写这个小说 谢谢 你喜欢听故事吗 一定是 喜欢听故事 就会喜欢说故事 然后就想写小说 那你现在年轻 你说故事 你没有太多人生经验 不能够写你自己第一首经验的 没有关系 你还是有经验 你还是有感觉 还是有感受 那你就把觉得你自己最感动你自己的事情 故事说出来 这就是开始第一步 好小姑娘听到了 我们李老师也是小姑娘的时候 开始写话做了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现在我们的主办机构就 我先做一个小广告 等一下五点钟的时候 我忘记哪个房间 有一个朗诵 我会 我们每个人有十分钟时间 所以我会读几段 我自己觉得 我最感动自己的 《昨日之河》里面的片段 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欢迎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